现在的话呢 我们先来讲我们第一种基本变形形式 就是双对称截面梁 在两个相互垂直平面的弯曲 什么叫双对称截面梁 有两个对称轴的梁 就是横界面有两个对称轴的梁 比如说我们说的矩形截面对吧 然后呢比方说一个椭圆的截面 那么这些都是有个双对称轴的 那么对于双对称截面梁的话 它在发生弯曲的时候 比方说我现在给大家这个例子 我们看到它有一个F1和F2这样的两个例的作用 那我们考虑一下 当F1作用的时候这个梁会怎么样变形 F1作用的时候怎么弯 在水平面内弯对不对 好在水平面内弯 在水平面内弯 那我们就要把我们以前那个熟悉的表达师那些东西 我们要把它换个个儿 当它在水平面内弯的时候 这个时候中性轴是哪根轴 中性轴是哪根轴 然后这个横界面转动的时候 然后哪根轴转 然后Y轴转对吧 然后Y轴转 好了那么F1作用的时候呢 就是说梁在水平面内弯曲 这个时候中性轴是我的Y轴 那么当F2作用的时候 就跟我们以前的情形比较类似了 当F2作用的时候梁在树枝面内弯曲对吧 然后中性轴这个时候是Z轴对吧 阶面方向转动的时候 是绕Z轴进行转动的 好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一个 在两个相互垂直平面内的弯曲的这样一个例子啊 那么大家可能说老师我们这个样子该怎么样分析呢 刚刚不是讲了叠加法吗 因为我们前面讨论了这个 就是说对称弯曲的情形 就是我们讲的那个平面弯曲 对称弯曲的情形 讨论的是什么呢 比方说如果只有F1或者只有F2 你们是不是可以进行相关的计算 假如说只有F1或者只有F2 是不是可以进行相关的计算 对吧 好那么现在F1和F2同时有 那么怎么办 那我们就把它把它拆成两个合载 分别作用对不对 比方说只有F1作用的时候 它怎么办 那么这是一个对称弯曲 因为Z轴是对称轴 如果只有F2怎么办 只有F2的话 那么它同样的也是一个对称弯曲 好了无非是说两个对中性轴不一样 一个是Y轴为中性轴 一个是Z轴为中性轴 好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可以把它分别进行分析 然后把这个结果来叠加起来 就得到了我们这个双对称截面量 在两个相互垂直平面 弯曲的这样一个分析的方法 那么这个题的话呢 这个例子的话 给大家看起来呢 相对而言的话呢 它分析起来会有一点啰嗦 那我后面呢 我用一个更简单的例子 来给大家开头 分析一下 两个相互垂直平面内 弯曲的这样一个情形 好就是说呢 我们是思路是什么呢 按平面弯曲计算 每一个弯曲情况下 恒进面的硬力位移 然后来叠加 下面呢 我是拿一个矩形截面量 好了 矩形截面量也是一个双对称截面 对吧 这个例子比刚刚那个要简单一些 而且结果也会更简洁 它受一个不在这个对称面内的力 那我们知道呢 这个F如果说是沿着Y轴 F如果沿Y轴 那么它是在对称面内作用 对吧 如果沿Z轴 是不是也在对称面内作用 好了 现在我来讨论 这个F如果说 它既不沿Y轴 也不沿Z轴 这样做的 这样一个情形 F轴 F力怎么样呢 F力跟我的Y轴的方向呢 它加一个 Fy角 图上给大家标了 那么像这种情况下 我们来讨论一下 我们怎么样来计算 这个梁上任意点的硬力 然后呢 我们怎么来找 这个梁上的危险截面 危险点 建立强度分析的 这样的一个条件 如果说给了大家 只给了大家一个F 这个F跟Y轴 加Fy角 那我们要按照我们以前 能用的方法来分析 那我们怎么办 像我们图上做的 是不是首先 把这个F做个分解 对不对 对吧 那我把它分解之后呢 我是不是分解成一个Fy 还有一个Fz 好 Fy是沿Y轴方向的分量 Fz是沿Z轴方向的分量 那这样我们可以 把这两个分量的大小写出来 Fy是等于F Fy是等于F乘以Cosine Phi Fz是F乘以Sine Phi 对吧 好 就是有这两个例 好 那我分成这两个例之后的话 那么现在的话呢 就可以按照我们刚刚那个分析了 那我们无非是讨论 这个矩形截面梁 受一个竖向力作用的情形 和受一个水平力作用的弯曲情形 对吧 这两个弯距的大小 我们可以把它写出来 但是你要注意一下 这个时候 在Fy的作用之下 看清楚啊 在Fy的作用之下 我这个梁在竖直面内弯曲 这个时候中性轴是 Z轴对不对 看清楚没有 在Fy的作用之下 量在数字面内弯曲 这个时候中性轴是Z轴 对吧 那么这时候我写出的弯曲 是不是MZ 绕Z轴弯曲的这个弯曲 对不对 所以是MZ啊 那这样的话 比如说我要写一个弯曲分量出来 这个弯曲分量 假如说我要写X界面的弯曲分量 这个X界面的弯曲分量 就应该是Fy 就是说 数字面内弯曲分量 那么应该是Fy乘以L减X 对吧 这是这个 这是这个值的大小 Fy乘以L减X 它的大小 那么这个矩是绕谁的矩呢 这个矩是绕Z轴的矩 对不对 这个矩是绕Z轴的矩 当然它是一个上侧受拉的 这样一个效果的弯曲 所以呢 如果说我们要写这个分量出来的话呢 只写了它的大小 那么MZ是等于什么呢 MZ就应该是等于Fy乘以L减X 然后呢 我们把 我们把这个 我们把这个Fy这个表达式带进去的话呢 那么就是F乘以cosφ乘以L减X 然后这个F乘以L减X 是不是这个 是不是X界面的总弯曲啊 是不是X界面的总弯曲 对吧 X界面的总弯曲是F乘以L减X 所以它把这个又写成Mcosφ 这个M是总弯曲 一个L减乘以 这个L减乘以它的作用线 到那个截面的距离 不就是一个总弯曲吗 好 所以这个是 这个分量 那么依此类推 我可以写出来 呃 扰 Y轴的 这个弯曲分量 对吧 扰Y轴的弯曲分量是什么呢 是不是水平面内弯曲 对吧 好了 那么MY就等于FZ乘以L减X 对吧 好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刚开始大家会有一点绕啊 说这个下标换来换去的 好了 MY等于FZ乘以L减X 那它等于什么呢 F乘以3in5 然后乘以L减X 那么一样的话 如果我们写成总弯曲的形式 它就是M乘以3in5 这个总弯曲就等于F乘以L减X啊 呃 当然你们有人可能说 老师你这个里面没有写弯曲的正负号 这个弯曲的正负号怎么来说呢 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是说 如果说按照我们以前的约定 上策售拉为负 对不对 上策售拉为负 那么这个是一个负弯曲 对吧 这个好说 但是下面这个比较难规定 下面这个说 哪个是正的 哪个是负的呢 哪个是正的 哪个是负的呢 就是说我是 Y侧收拉为正的 还是里侧收拉为正呢 这个 这个弯曲的正负的话呢 就是说 我们到了这个地方的话呢 你们结构力学里面是 结构力学里面的话 它是 弯曲是不讲正负了 那么弯曲怎么样呢 弯曲始终化在受拉侧 就跟我们现在这个弯曲图的 那个约定是一样的 好 那么如果说 到了这个 呃 其他力学课程里面的话 如果说你要讨论这个时候 两个轴方向 如果说都有弯曲的时候 那么这个弯曲的正负的话 怎么办呢 看弯曲的始量 你比如说 你比如说 我的FY引起的 你们看一下 我的FY引起的弯曲 FY引起的弯曲是什么 上侧收拉 上侧收拉是不是一个这样的弯曲 对不对 好了 那么这个弯曲不就有一个始量吗 这个始量就是 是不是我的Z 是不是我的Z轴的方向 看到了吗 也就是中性轴的方向 对不对 对不对 好了 这个就是我的始量方向 好了 那么如果说 我们这个MZ这个始量 这个始量 你的始量 如果是沿着坐标轴的正轴的 那么这个是正的 所以我的MZ写出来 其实是一个什么 你看FY作用一下 产生的MZ是个正的 是个负的 正的对不对 好 有人 每次都会 下课都会有同学干的 说你老师 你那个举是 怎么画出来的呀 你就看嘛 你看这个力 FY作用一下 Y作用的时候 那么这个梁是不是上侧搜拉 下侧搜压 上侧搜拉 下侧搜压 好了 那么右手螺旋法则 始量是不是朝里 那然后是不是沿着什么 沿着X的 沿着YZ轴的一个正向 对不对 对吧 好了 那么如果说你要看 大家可能说 那我的那个水平面内的FZ呢 FZ作用之下是怎么样弯曲变形 Y侧 是不是我就外侧搜拉 是不是 里侧搜压 对吧 是不是 所以这样的话呢 Y侧搜拉 里侧搜拉 那么当然是这样转的了 这样转的举 对吧 那么这样转的举的话 那么这个举的时间 是不是沿着Y的 负向对不对 好 那么严格来说的话呢 这个MZ是一个正的 那么MY呢 是一个负的 但是我在这讨论的时候 我们现在不讲弯曲的 我不牵涉到弯曲的正负了 弯曲我们都用 这个值来表示它 弯曲都用这个值来表示它 后面的表达式里面 也是这样来写的 好 这是首先说到这个 弯曲的正负 和我的弯曲的计算 我想大家 你们现在看到这 就已经觉得比较绕了 为什么呢 你们大家会看到说 老师你这个一会儿Y 一会儿Z 一会儿Y 一会儿Z 这个是怎么回事呀 大家比较习惯的 还是说 比方说如果这个是Y 这个也是Y 1612都是Y 写下来比较方便 对不对 你要注意到 要注意到 这Y和Z的这个 这个YZ 这两个下标 这个含义是不一样的 那么所谓的FY 是指的是 沿Y方向的力 对不对 所以MZ是什么 绕Z轴旋转的 那个举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这个意思不一样的 意思不一样的 所以这样就可以理解了 达Z轴旋转的矩 当然是Y方向的力产生的 对吧 所以这两个意思不一样的话 它们两个之间是要交叉一下的 好 这是我们写出来这个弯具的 这样一个表达式 好 那么这个弯具表达式写出来之后的话 接下来我们写硬力的表达式 我想知道 那么在这两个弯具作用之下 这个截面上一点处的硬力 是什么样的呢 那么截面上一点处的硬力的话呢 我可以选一点嘛 那么选哪一点呢 我建议大家选第一向线的点 好 你选的第一向线点的话 写这个表达式呢 会写的比较清楚一点 好 我写 选个第一向线的点 好 假如说我这个第一向线 这有一点 好 这个第一向线这一点 那么这一点它不就有一个Y坐标 和一个Z坐标吗 对不对 对吧 有一个Y坐标 有一个Z坐标 好 那么我现在假如说 我要写出这一点的硬力来 在这两个弯具作用之下 这一点的硬力等于多少 该怎么写 叠加法 对不对 叠加法 对不对 好 那我要看一下 这个第一向线点 在 在FY的作用之下 FY的作用之下 在FY的作用之下 是上拉 下压 所以看清楚 这一点是什么 压硬力 对不对 上拉 下压 算是不是压硬力 对吧 好 那么这个硬力的表达式是多少 第一向这个表达式是多少 假如说这一向是Sigma一匹 假如这一向是第一个由MZ引起的Sigma一匹 它应该是等于 数值 我们先看数值 数值是MZ 除以 除以I什么 它这个时候绕Z轴弯曲 所以要除以对哪个轴的关心矩 要除以对Z轴的关心矩 这两个是一样的 当它绕Z轴弯曲的时候 当然除以对Z轴的关心矩 然后再乘以到哪个轴的距离呢 到Z轴的距离 对不对 它在Z轴上 中心轴上的英里就是零 对吧 然后离Z轴越远 是不是英里就越大 所以它的值呢 就是多少呢 MZ除以IZ乘以Y 然后是正的还是负的 负的 因为是一个压硬力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是个负的 是个压硬力 那么这个里面呢 我们说了弯曲 我们先不考虑正负 然后呢Y轴是正的 对不对 第一向前Y是不是正的 好 那么这个硬力是负的 我前面是不是要加一个负号 对不对 这样的话才能得出来 当Y为正的时候 硬力为负嘛 Y为正的是不是受压区 Y为正的是受 Y为负的时候受拉区 是不是要反号 对吧 好 这个硬力是这样的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硬力 Sigma两铁 Sigma两铁是什么呢 Sigma两铁当然是什么呢 当然是我的MY引起的 MY引起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MY引起 当MY作用的时候的 这个梁是 外侧受拉 里侧受压 对不对 好 所以它的硬力的表达式 写出来 这个时候还是一个对称弯曲 或者是我们的平面弯曲 所以它的单个的 只有MY作用的时候 它的硬力仍然是 上面是M 底下是I 那么这个当然应该是MY 除以 IY 乘以到哪个轴的距离 乘以到Y轴的距离 那么是什么 Z坐标 对不对 好了 那么这个硬力 这个时候是压硬力 是哪硬力 压硬力 第一项线是压硬力 对不对 你看到吗 当它外侧受拉 里侧受压的时候 是不是 Z轴为负的区域是受拉的 Z轴为正的区域是受压的 对不对 所以是不是跟Z反一个号 所以这是什么样呢 又有一个负号 对不对 好 那么这个样子的话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样子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说我们把这两个硬力叠加起来 最终这一点的硬力应该是 是不是这两个相加 对吧 好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写出来 那么第一项线的任意点K 那么它怎么样呢 它的硬力呢 就会是 这样一个表达式 Sigma就等于负的MZ除以IZ乘以Y 减去MY除以IY乘以Z 好了 这个是我们写出来的 这个硬力的表达式 那么接下来我们干什么 这个是我们得出一个一般的 就是任意一点的硬力表达式 我们都可以用这个来算 那接下来我们干什么 我们当然通常是关系硬力最大的点嘛 我们关系硬力最大的点 那么对于这个量来说 它硬力最大的点会出现在哪里 肯定是脚点对不对 为什么肯定是脚点 对Y和Z的最大值同时出现 对吧 Y和Z的最大值同时出现 你比如说 比如说MZ作用的时候 上下边缘有最大 上下边缘有最大拉压硬力 然后呢 当我的MZ作用 当我的这个MYA作用的时候呢 那么是左右对吧 里外这两条边 是不是有最大的拉压正硬力 那么因此总有一个点 我的两个最大拉硬力重叠在一起 还有一个点 我的最大压 两个压硬力 最大压硬力重叠在一起 那么是不是得出最危险的硬力 对吧 所以这样的话呢 对于这个矩形截面 对于矩形截面 还有对于 其实除了矩形截面以外啊 矩形截面 好了 那么它的最大正硬力 发生在哪里呢 它最大正硬力发生在脚点 而且呢 这个脚点处是一个单向的硬力状态 那么这个硬力怎么样算呢 它分别是绕两个轴 发生弯曲的时候 最大正硬力之和 所以它的最大正硬力的话呢 就应该是MZ除以WZ 再加上MY除以WY 好 这是对于矩形截面而言的话 这是一个最大拉硬力的值 那么它其实最大压硬力的值 也是这个样子 也是这个样子的 而且我后面有一句话 说这个点呢 它是一个单向硬力状态 为什么没有说到这个呢 因为我们最后去建立强度条件的时候 不是 我跟大家上次讲过 我们建立强度条件的时候 那么并不是说把一点处的 正硬力跟许用正硬力比 切硬力跟许用切硬力比 而是要看这点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硬力状态 如果那点是一个单拉的 假如那一点是一个单拉的硬力状态 假如说是一个单向拉伸硬力状态 我们是不是直接可以把这个硬力跟 许用的Sigma去比 对不对 好了 那么如果说这个地方有切硬力的话 那么怎么样 如果这一点还有切硬力作用的话 那么怎么样 如果还有切硬力的话 就不能够只比Sigma和Tau 对不对 不能把Sigma和Sigma比 Tau跟许可Tau比 而要怎么样 而用强度理论去解决 那么强度理论你们可能说 老师我用哪个强度理论 这个要看材料了 粗型材料不就是Sigma21吗 那么如果是粗型材料 我们就用Sigma23和Sigma24吗 对吧 好所以的话呢 还要看这一点的硬力状态 那我们刚刚说了 其实你们现在可以判断一下 我说最大硬力点发生在脚点 我们这有四个脚点 你们来看一下 你们帮我看一下 这四个脚点的话 哪个脚点是最大拉硬力 哪个脚点是最大压硬力 左上角是最大拉硬力 对吧 因为一个上侧受拉 一个外侧受拉 最大拉硬力在左上角 最大压硬力呢 右下角 对应的右下角 对吧 好所以的话呢 这是两个最大硬力点 分别就是在什么呢 就像你们说的 一个在左上 这是最大的拉硬力 还有呢 一个在右下 这个是最大的压硬力 这个是最大的压硬力 那么 我说了 我说这一点是一个单向硬力状态 能不能判断出来 它是一个单向硬力状态 其实 我说它是单向硬力状态 拉硬力肯定是有的 对不对 好了 那么拉压硬力肯定是有的 有没有切硬力 就是这个判断 有没有切硬力 没有 为什么 因为这是一个矩形截面嘛 这个矩形截面的话 那么在 在我的FY的作用之下 上下边缘的切硬力是零 对不对 记得吗 矩形的切硬力是什么样的 抛线分布 中心轴最大 上下边缘是零 对不对 好了 当在 我的FY作用之下 上下边缘的切硬力是零 当在我的 这个FZ的作用之下呢 左右边缘的切硬力 是不是也是零 这样来说 那么这个脚点 我这脚点处 是不是切硬力为零的情况 所以它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单拉的硬力状态 那么既然是一个单拉的硬力状态 我要讨讨论它的强度条件就简单了 单拉硬力状态 那么只有正硬力 那强度条件怎么样 不就是Sigma 小于等于虚核Sigma就可以了吗 就是说 不需要用到强度理论 对不对 就可以解决了 好 所以的话呢 这个地方 如果我们要讲和它的强度条件的话 那我们直接的就写出来 可以把它跟许用值去比较 我这个跟许用值比较的话 这个不是任意 就是说 这个跟许用值比较 这个不是任意的 一定要是单向硬力状态 单向硬力状态 可以跟许用值直接比较 那么纯简切 可以直接跟许用的切硬力比较 对吧 那么如果是平面硬力状态 或者是空间硬力状态 那么我们一定要用到强度理论 好 这是它的强度条件呢 我们就可以这样来建立了 那么 当然你们可能说 如果拉压硬力不一样呢 如果复杂一点 拉压硬力不一样的话 那你就分别算 它的最大拉硬力 最大压硬力 然后跟它的许用 许用的拉硬力 和许用的压硬力 去比较就可以了 好 这是我们这个危险点的强度条件 做这个强度分析 就把它讨论出来了 好 不光是矩形截面啊 不光是矩形截面 实际上只要是有外能角的截面 有外能角的截面 比方说这个公字刚 公字刚也是有外能角的截面 对不对 那么像这样 有外能角的截面的话 它的最大硬力 都是出现在截面的角点处 比如说这个 如果受一个这样的斜向力作用 那么一样的 它的最大 最大正硬力会出现在 这一点和这一点啊 最大拉硬力 最大压硬力会这样出现 那么因此的话 有外能角的截面呢 你们算它的最大硬力的时候呢 只需要去 找它的外能角的硬力 就可以了 然后呢 也可以按照这个单正硬力状态 来建立它的一个强度条件 好 那么这样讲下来的话 我想的话 大家可能觉得说 除了下标有一点混乱啊 除了这个下标说 一会儿Y一会儿Z 有一点混乱之外 那么其他大家觉得 这个思路应该还是蛮简单的 对不对 好 那么这个下标的话 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下的话 你们应该也清楚了 其实这个下标里面是两类的 我刚刚说了 有的时候 这个Y轴和Z轴 那么如果当FY FZ 是指着沿着Y方向 沿着Z方向的力 那么FY和MZ呢 是指的是 扰Y轴旋转的力矩 和扰Z转转的力矩 那么它这个意义是不一样的 同一个意义的 会是对应的 不同的意义的 会是交叉的 我们一会儿拿来 更多的例子给大家看啊 好 这是一个简单的 最简单的一个 矩形截面量 那么它的强度分析 我这里有一个动画 关于矩形截面量的 它的一个硬力分布啊 放给大家看一下 矩形截面量的斜弯曲 当然我们还没有讲到斜弯曲啊 你们可能说老师 什么叫斜弯曲 一会儿跟大家讲 看一下就这个情形 你看到就是 受一个斜向力作用 对吧 好了 然后你看它的分解 就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过程 把这个力分解 分成两个方向的分量 那么这个时候 是不是绕两个轴方向 发生弯曲对吧 好了 分别讨论 沿Y方向的力和 沿Z方向的力 那么它会产生 什么样的弯曲 好了 那么把这两个力分解 看到了吗 这是沿Y方向力 对吧 沿Z方向力 对不对 那么它的弯曲方程 弯曲的话 那么都是一个线性的 那么这个是上侧收拉 这个是外侧收拉 然后呢 得出来的硬力的分布 切一下 从根部截面切 为什么从根部截面切的 根部截面弯曲是最大的 对不对 对吧 好 从根部截面去切 切出来的话 你看 根部截面这个硬力的分析 当它绕 好了 停一下啊 好 这是根部截面 我们看 根部截面这个时候的话 那么它以Y轴为对称轴的时候 以Y轴为中性轴的时候 我们来看 呃 哦 这个图反了一下 我看一下 这个图反了一下 那么它以Y轴为对称轴的时候 那么这个是上侧收拉 下侧收拉 对不对 好了 那么以Z轴为对称轴的时候 是不是里侧收拉 外侧收拉 对吧 这两个反了一下 这两个硬力的图反了一下 这个图对应的是这个 这个图对应的是这个 然后的话呢 把它叠加起来 对不对 叠加起来 你看这两点的硬力是不是相减 这两点的硬力是不是相加 对吧 然后同样的道理的话 那么这是相加的 这个地方呢 这个拉硬力和压硬力是相减的 那么因为这个里面都是线性的关系 所以最终得出来这个硬力的分布 是不是扰Y方向 沿Y方向和沿Z方向 最终都是线性的 对吧 所以我叠加出来 最终的叠加到一起 看到了吗 最终的这个硬力计算的这个结果 这个图 这个分布图是一个这样的图 好 那我们来看到的话呢 那么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最大的拉硬力 这个地方是一个最大的压硬力 对吧 好 这是我们给大家看到这个分布图 那么你们看到这个分布图 是不是这个正硬力的分布 就看得很清楚 对吧 然后呢 切硬力怎么样呢 切硬力那么在脚点处 切硬力是零的 所以我们得出来是一个 单轴拉伸的硬力状态 好 这是 它这个分布的一个实 就是说 一个具体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好 下面的话呢 我们接下来 这个是我们讨论的一个强度问题啊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到 就是说大家可能说 老师刚看那个上面写的有斜弯曲 那么斜弯曲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再来讨论一下 这个梁的变形 或者它的位移的情况 好 那么变形位移的情况 比方说什么样呢 我现在要来讨论一下 这个梁的劳度啊 讨论一下这个梁的劳度 那么既然讨论这个梁的劳度的话 那我们注意到 在FY和在FZ的作用之下 在FY和FZ的作用之下 那么这个梁是不是 沿着数项和沿着水面 是不是都有劳度 一个数项劳度 一个水面的劳度 对吧 好 那因此的话 我是不是可以用 我们那个 呃 那个 我想想我们的叠加法里面 不是给了一个表吗 那么一个悬臂梁 在自由端受集中力作用 是否可以把它的劳度写出来 好 我举一个例子 比方说WY WY是什么 是不是沿着Y方向的位移 对吧 WY是沿Y方向的位移 好 WY沿Y方向的位移 那我们想一想 我们WY应该等于 想一想 悬辈梁那个势子啊 WY是由谁引起的 是FY引起的对吧 所以 所以我们来看 如果仅仅有FY作用的时候 那么WY应该是等于 想一想这个势子 是不是3 E I F L的三次方 对不对 好 那么这个F当然是FY了 这个I呢 IY吗 IZ IY还是IZ IZ 因为FY作用的时候 它在绕Z轴弯曲 所以这个关系区要用IZ 好 这是WY 那么同样的道理 我是不是可以写出WZ来 是不是啊 WZ是不是只有FZ作用的时候引起的 那我这样写出来的话 那么它就是什么呢 FZ L的三次方 3 E I IY 这个时候扰Y走的 那我们写出了自由端节面 沿Y方向的位移 和沿Z方的位移 我是不是可以求出来的总位移 对吧 然后不光可以求出总位移 还可以求出这个总位移的方位啊 一会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方位 然后我们看看我们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好了 我们休息五分钟 再调一会儿 一会儿 谁就能参照 一会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